我是依佩 落实永续 由你我做起 POP有勾劲 生活有心意 9月25号星期天的早上9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勾劲 我是依佩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一听她的歌声就知道她是谁 她的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 就是邓紫棋 邓紫棋又发了新的数位专辑 已经在9月23号上架 数位上架咯 9月30号 实体发行 就是大家还在等等 在等5天 我们就可以听到实体的专辑了 好邓紫棋的歌名真的有福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 Find You 这张专辑叫做启事录 目前还在预购当中 大家可以踊跃来预购一下 好今天我们在9点钟的节目 要跟大家聊什么 聊聊就是跟能源有关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在缺能源 那你说什么东西 什么原物料都在涨 其实因为能源的关系 譬如说石油也在涨 然后你知道今年国际上 其实战争频繁 那你要战争最大的问题 就是会出在 你只要有国家在打仗 有战争 然后那个国家 如果又是最主要的某一些 很难的很难取得一些能源 那你当然就会造成能源很难取得 那各国都是要抢嘛 那如果能源很难取得的话 那那个物价当然就是会上涨 那你说物价上涨这件事 或是通货膨胀这件事情 就是只要通货膨胀 你就回不来了 你有什么时候有看过说 你家那个巷口的面摊老板 他给你涨了10块钱 然后好像石油价钱又掉下来 说面粉还是什么东西 有减价之后 他会再调回原本的价钱吗 我告诉你就是没可能的事 好不好 所以能源这件事情 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那当然如果说要提到 SDGS的永续发展目标 其实最被广为世界各地 讨论的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 要让我们的碳排放量 就是对地球很有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少开车 少骑机车 不要使用那么多的石油的能源 然后减少碳排放量 所以啦 有一篇新闻就说了 台湾的燃油车 就是我们现在要用石油的 这些燃油车 预计要在2040年退场 那我们今年是2022年 预计就是还不到28年的时间 我们要让燃油车全面的退场 其实要说在欧洲 譬如说像是德国 还是哪里有几个国家 他们现在已经渐渐的 没有在生产 那个什么什么燃油车了 都是要敢用电动车 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个爱护地球 所以呢 未来市售新车 百分之百都是电动车 这个目标 在台湾会是在2040年 那么交通部长在前阵子 6月21号 其实就是在欧洲 在台协会交通部 经济部工业局 主办了一个台欧盟电动车论坛的 演讲当中就说了 其实预计台湾在2040年 销售汽机车可以百分之百 达到电动化的目标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 对正因为有点难 所以政府就是不断的在努力 虽然说你现在要你去 好我随便讲 要我去买电动车 你说我要不要 我可能会想想看说 电动车现在充电的地方有很多吗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电动车 最实际面 对消费者来说 最实际面就是比较贵嘛 那你说 你说现在GoGoro 还有其他的厂牌 有出一些电动 比如说 不用加油的这个电动车 只要用电的 你老实说 它的一台机车 就是比别人还要再贵个一两万嘛 那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那都是负担 那未来政府会不会有什么配套措施 我们当然就要看政府 也要稍微要配合一下 所以根据台湾 其实要达到2050 净零碳的排放目标 国内的电动公车 预计要在八年之内 2030年要全面的电动化 那2040年 汽机车的销售达到百分之百 不过电动公车的比例 只有占百分之八percent而已 但是现在我们的空气污染 还有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准 其实都还没有达到目标 其实都还蛮远的 所以呢交通部也在一直在着手修法 希望燃油车可以逐步退场 那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022年全球电动车的市场 已经成长到了2090万辆 你有发现吗 现在在路上看到特斯拉越来越多 其实是老实说是真的 那我们政府以后可能要加强 譬如说让电动车可以充电的地方更多 或是推出什么优惠 让譬如说你很想买电动车的人 有多一点的诱因让他们去买电动车 好 其实又应有 新北市也是一直在做 我们待会在这个阶段 我们生活有心意要邀请到的 就是新北市交通局停车管理科的 蔡博坤科长 要跟大家聊一聊 智慧停车才能绿能永续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再度回到 今天又是我们的生活有心意单元 好 每次讲到生活有心意 当然我要不厌其烦跟大家highlight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单元 其实就是跟我们接着下来 全世界哦 不仅仅是台湾 其实全世界各地都要按照一个方针 这个方针就是永续发展的方针 其实是全世界都要遵守的 因为我们地球只有一个嘛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讲说 哪里哪里环境又受到了破坏啊 北极熊都快死光啦 或者是说冰山一直在溶解啊 之类等等 所以为什么联合国要定定 这个永续发展的方针 其实就是要定出 17项永续发展目标 涵盖了什么呢 包括了有经济成长 社会信物 还有环境保护三个方面 意思就是说 未来所有世界各地的国家 无论你是在开发或是什么 你都要结合 比如说减碳 或者是要结合绿能 要结合我们爱护地球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单元 一直不断邀请新北市各个居住 那为什么是新北市 因为新北市服务院最广大 也是大家最容易会看到说 新北你们服务院这么广大 你们的居住人口又这么多 你们要怎么做呢 所以从常大家都会看出 新北是一个很highlight的目标 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邀请到的是 新北市交通局停车管理科的科长 蔡博坤 蔡科长要和我们聊聊 其实新北啊 关于这个智慧停车 有很多很多的方针 我们欢迎科长 科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 科长非常有活力 来来来 今天要看我们民众息息相关 其实新北在交通这一块 我们刚刚有提到 新北服务院这么的广大 你们在交通这一块 其实有订定很多的方针 之前局长也有来过 就说新北啊 就是包括了有公务车 你们要换成电动车 其实这是有一系列的 一个进程目标 对不对 是的我们目前配合整个市府的政策 有把整个逐渐 把公务车 逐渐 逐渐胎换成电动车 当然这个也有一些政策目标 是 那我们逐步也是依照公务的预算 来逐步逐年的检讨 去做一些胎换 嗯 了解 除了公务车之外 其实新北也有动起来 包括了有巴士 公车的部分 其实里面也有在 逐步的也在胎换 对不对 对目前我们有 电动巴士的部分 目前也有针对这个部分 有逐步的做一些态换 那主要就是配合一些 考量到整体的一个 电动车的一个 公车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们也逐步配合预算的编列 去逐步做一些态换 所以其实提到了 新北在交通这一块 最值得highlight就是三环六线 未来整个捷运的网络 盖好了之后 当然会希望民众 可以多多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为环境或是为节能减碳 做一份心理 科长的业务其实是 包括了有交通局停车管理科 是跟停车有关 在停车的部分 有什么是跟我们 跟绿能环境有具体的做法 目前我们整个新北市 在停车的一个绿能的做法 主要是配合电动车的 一个发展趋势 那其实我们新北市的人口 高达397万的人口 那伴随所引进的一个车潮 其实也是全国最多 那经过我们在监理站 的一个挂牌数的一个统计 我们在新北市 汽车的部分就有87万辆 那机车有210万辆 机车超多的 对 那另外就是说 针对电动机车 也有高达9万多辆 电动汽车现在普遍 还是没有那么普及 我们大概目前的挂牌数 大概2779辆 那针对这些整个的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虽然电动车现在少 但是未来整个随着国际大厂的一个 车厂的一个趋势 那他们也预计在2024年 会开始停止生产一些燃油车 那这些燃油车停止生产之后 未来这些电动车 对未来绿能环境的需求会逐渐拉高 因此我们新北市在配合这一块 其实我们在公有停车厂的政策 第一个我们先会去盘点 现在以现在的趋势 汽车是以充电类为主 那机车是以换电类为主 比如说现在常见的Cocoro那些 那针对这两个部分 我们在公有停车厂 换电类的我们大概是利用 公有停车厂的一些 不影响停车空间的一些空间 来做土地公开标注的方式 引进民间业者 比如说Cocoro这些业者或光阳 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充电 换电站的一个设置的需求 那我们跟他们合作 那提供场地让他们来设置 那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有跟他合作 大概有101处 你是说在公有停车厂 让这些业者可以来设置 他们的换电站是不是 是的 蛮酷的耶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设置之后 已经有101处 那他可以透过我们目前整个新北市 我们也全面智慧化 那智慧化他可以透过我们 那个智慧化的系统 快进快出 可以减少碳排跟一些油耗 那另外我们有交通局这边 有全国首创的一个 前半小时免费停车的一个服务 很棒 你们很优秀 意思就是我去换电的时候 我前半小时可以免费停车 对 也可以进来之后 也不会被我收到任何的一个停车费用 很棒耶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们把公有停车厂一些区域 让这些业者进来设置换电站 让民众也可以 譬如说你在市区里面 你好换电 因为公有停车厂其实蛮好找的嘛 你就进去公有停车厂 你也不用收停车费 让你换电或是充电的服务 其实我觉得这样会增加民众购买的意愿 那我要请教科长 因为这是您的业务 在新北挂牌 尤其是在电动机车 因为你知道新北的机车实在是太多 在逐年是增加的趋势吗 是目前我们有统计 它逐年是持续增加 不管是电动汽车或机车 它其实也是都在成长 那其实现在市民普罗大众 还是对于电动的一些 这些绿能的载具 其实他们意识也逐渐提高 其实换电动车 不管是机车类还是机车 其实他们这种也逐年在提升 是了解 那科长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谈 譬如说像是 你们现在已经有的停车厂 或是未来要盖的停车厂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一些针对的方针 现在针对不同的停车厂的部分 我们大概分隔两个 其实停车厂大概就是立体的 不管是地下停车厂 或是我们那种地上的停车厂 了解 另外一种就是平面的 就是我们常看到就是露天那种平面停车厂 针对这两个平面停车厂 这种类型的停车厂 我们大概有不同的方针 就是平面的部分 我们未来是希望采用快充的 针对绿人补给的一个环境 我们是快充 就是平面它不用下到地以下 它只要快进快进 因为它充电的速度很快 尤其现在整个电动车的电池 也一直在进步 所以它充电的速度会变快 来 科长 这个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很想买电动车 然后我就不晓 我就会很担心说 我会不会开到一半 然后突然没电 然后充电要充很久 现在电动车如果是有快充的话 是很快速的可以充满电吗 是 就看第一个 这个电动车它的电池 对 它所可以接受的功率是怎样 那另外就是说 另外就是来人员的一个补给 就是电动充电桩 针对充电桩 其实它现在快充大概就是 120kW以上 现在好像已经有进步到 300多甚至400多kW 瓦数越高 充电的效率会越快 了解 所以如果是针对于平面提车厂 你们又提供是快充的服务 对 我们是主要会导入快充的一个服务 另外一块是立体的停车厂 立体的停车厂 因为我们主要立体停车厂 主要我们有统计 在新北市立体停车厂 大概都是与那种传统的一个社区 他们社区没有 就是公寓那一种没有停车位的 那它就会去停我们共同停车厂 那针对这种共同停车厂 它都是月租需求比较高 所以因此它就是会长时间去停放 因此我们会导入慢充 等于说它下班回来之后 它只要就是用那种慢充的 它充到隔天早上就满了 了解 因为它就是固定住在那边 我固定租那里的车位 你也不需要快充 因为你晚上休息的时候 你就把车停在那边 它就慢慢帮你把电充到满 对 所以如果是在立体停车厂 针对于住户去租赁这个部分 你们就会用慢充的 对 这样对于因为夜间充电的话 其实对于人员的使用 也会比较 在兼通时间跟大家抢电 那这种政策 其实我们这样推动下来 其实有成效还蛮好的 可是你们交通局 其实要评估这件事也不简单 因为你知道人口一直不断在移动 或是说现在重点发展区域是这里 或是突然这边搬进来很多人 你们是不是一直要不断的去 侦查或是监测说 这边是需要多少 或是那边是需要多少 这个是不是你们也是 很忙碌在做这个事情 对 其实跟主持人报告 其实我们目前整个 我们有去做过调查 那我们调查的方向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全新北市 我们有101处的一个停车厂 那目前有267根的一个充电桩 那我们就是依照这个充电桩 每一区我们都大概都 因为它充电都有一些记录 那我们会去调查这些记录 使用率高的我们会逐步的去增加 那使用低的 它因为可能要看地缘性 那还有当地的电动车的一个挂牌数 那我们依照这些使用率 就逐步去检讨去扩增 当使用率高到大 已经有到一定程度 我们会再持续装测 很棒 因为我为什么每次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因为是我们身为市民 或是我们身为民众 就会觉得说 对啊 因为现在新北啊 为什么能够挂智慧城市 而且其实是全台湾 大家都想说新北很智慧 哪里都很智慧 其实你们用在观察数据 也是用大数据 就是智慧平台来观察 好 待会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来请教科长 其实推动这个智慧停车场 有没有提供哪些服务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欢迎再度回到 今天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新北市交通局停车管理科的科长 蔡博坤 蔡科长 好 来 科长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 其实新北是一个智慧的城市 那对于这个智慧停车场 你们有提供哪些服务 目前我们在新北市的智慧停车场 我们现在已经全面导入智慧化 那智慧化的好处就是 有别于往传统 以前都是要用传统的一些取票卡 那缴汇一定要去传统的缴汇金 那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升级到 就是用无票卡的一个车牌辨识 那进到里面 我们大概里面 现在目前有最夯的就是 智慧巡车 以及在习的侦测 那所谓在习的侦测就是说 当民众进到停车场 因为停车场在进到地底下的时候 有时候容易迷失方向感 没错 像我就是完全没有方向感那种人 对 是 那进到这个停车场 我们在停车场的天花板那边 大概都有一些在习侦测 对 当你发现哪边是有绿灯的 代表那边有位置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你的停车位 去停好位置 其实这是我近两年来 我最有感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如果早就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不用 你知道 有时候要跟人家抢车位 有没有 那个停车场很夯 然后你又是在尖峰时段 你开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比我跟你 谁先找到那个车位 我要崩溃了 我每次在绕一绕之后 想说这条路我是不是走过 现在有那个红灯绿灯超棒 现在是不是几乎全面都改善 像我们几乎把整个一些立体停车场 对 这个也逐步都几乎开放完成了 是 那另外一块就是 也是民众比较困扰的 就是在他要去圈车取车的时候 对 他忘记他停哪了 没错 也就是我 找不到 是 那这个部分啊 其实我们现在也导入 巡车系统 你只要车派 输入你的车牌号码 那个系统就会跟你讲说 你的车现在停在哪边 是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你的车子 是 所以现在在新北 各个停车场 你们也是逐步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 我们现在 除了原本早期的传统的一些停车场 逐步的去太久换新 把这些智慧化设备导入来 现在新的 几乎每一场 我们都会用这些智慧化设备 把它导入进来 那未来 让民众来停车的时候更便利 那同时其实你减少这些 找车啊 巡车啊 其实这些也对于 节能减碳也是蛮有帮助的 油耗跟一些减碳 都是可以减少碳排的 没错 而且还可以减少夫妻吵架 男女朋友吵架 因为通常 有停完车之后 然后逛个街好开心 然后下来就说 车在哪 找不到 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停车场吵架 我觉得你们这个是 要维持夫妻关系 还有维持家庭关系的一大福音 太太先生不会因为找不到车会被骂 或者是弄的气氛不好 很棒 好 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夯 叫做共享车位 什么叫共享车位 现在目前共享车位 其实也是近几年 非常夯的一个绿人交通服务 那这个共享车 它主要就是民众不用买车 养车 那只要透过那种 自助科技的一个租车服务系统 就可以去做到绿色的一个运具 那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公共停车场 也有考虑到这一块 那我们目前也针对几个热点 就是共享车 我们也是有透过大数据去评估 比较大的一个热点 区域 目前我们有找到48处的一个公共停车场 那大概每一处大概1到2辆 那依当地的使用状况 去投放这些共享车 那我们也提供这些共享车位 来投放给它这些共享车来停放 了解 其实刚提到了共享车 还有一个是我最近也很常使用的一个APP 这个APP就是 譬如说 其实我觉得双北地区都一样 一位难求 有些人都说 我想付钱 我都停不到停车位 谁在停车位太难找 可是你知道从前两年开始 现在越来越多了 有一种就是什么 有共享车位 就那个停车阁 上面会有一个 就是很像是P 然后你按了那个APP之后 你去预约那个车位 然后那个它就会放下来 可以让你停 那个也是现在很夯 我也很常使用 那就是共享车位 对不对 是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系统 可能有些民众还没使用过 其实这个可以好好利用来 其实这个共享车位 大概有民间版的 其实我们公家也有另外一个 共享车位的概念 那我先提一下民间版的 其实现在共享车位 现在普遍还是以民间业者 那他跟一些公益大厦 就是私人的车位 如果你自己有车 但是你没有买车 但是你车位闲着在那边 那他就会跟业者去合作 那业者会透过他的APP系统 去把这个资讯公开出来 那有需求的民众他就会去找 去预约这些车位 那另外一个公版的部分就是 我们现在目前有跟机关学校来媒合 就是机关学校他主要白天 就是提供教职员或员工 或洽工的民众来停车 那但是他下班了之后 这些车位就会空闲下来 对对对 那如果说把这些车位夜间 把它开放出来给大家来使用 让周边住户的民众来停放 那隔天因为这些住户 隔天早上也要去闪班 所以他们就会开出去 那把整个停车隔位的一个使用率 把它用到最佳化 就是让它最高这样子 我觉得这件事很棒 那不然说白天是教职员在使用 你晚上教职员已经下班之后 如果你开放出来让民众停 其实我觉得可以解决双北地区 Always找不到车位 我有时候都很羡慕中南部 那个停车 路边停车隔多大 那个Seven前面 那个全家前面随你停 对 拜托在台北市 你还有新北地区也是一样 你要买个东西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能够让东西越容易开放 让那个停车隔 不会闲置在那边 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这件事我觉得很棒 好那未来 这个公有停车场 有没有什么绿能的趋势 绿能趋势 我们目前就是会逐渐就是依照整个 现在其实电动车的怪牌数还是偏低 对 那我们大概会先依照那个交通部的一个政策 其实他交通部中央这边也在因应这件事情 他针对我们因为我们停车场受停车场法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 那针对这个规范他也逐渐再去修法 就是要把电动车位把它专有化 因为现在没有专有化 导致一些电动车位会有一些燃油车进去停 停了之后电动车有停放跟充电的需求 导致他没办法停 这个我觉得很过分 因为他们停车位停车格已经这么的少 对他几乎都整场都是一般车位 对啊 你是燃油车 然后你又给人家停在那个电动车 如果真的有一台电动车 特斯拉有没有 开进来 不可以充电就觉得很烦 然后就被燃油车在 这你们有法规可以管吗 现在还没修法之前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一些做法 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智慧地索 他只要感应到你的车牌 因为电动车车牌第一个字母是一 是一嘛 对他只要感应到那个地锁他会降下来 你如果是一我就给你降下来 对 如果你如果不是一他就不会降下来 对他也停不进来 所以没办法降下来的时候他就进不来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是我们在针对交通部还没修法之前的一个过度做法 对 那未来会配合交通部的一个修法 把它专有化 未来停了之后 就会有点像是伸脏格位或护右格位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踩法的一个动作 那针对这个部分修法之后我们大概就会先做一些 就是可以依法有据的去做规范到这一块 那另外一块就是针对刚才提到前面就是有分快充跟慢充 其实我们现在逐步配合这些挂牌素逐年增加 那我们快充就是目前也会开始寻找一些场地 逐步来示范 那透过民间资金的一些引路来投资 去投资我们这些充电庄 那目前我们在慢充的部分 慢充的部分我们会透过巴黎静灵碳 刚刚其实我们新北市有一些 新北静灵碳的一个自治条例 那目前有选定在巴黎打算做一个静灵碳的一个示范区 你为什么会选在巴黎做示范区 当时我们府内的环保局 它可能就整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发展 它先以巴黎可能这个部分 当时他们选应该是对于整个未来的发展趋势 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交通局这边也配合这个政策 在巴黎的第一立体停车场 未来我们会在2030年以前 会逐步把整栋 把它全部会智慧化以外 也导入这些绿冷的一些充电桩 那全部我们大概会整栋都是 有这种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格位 这样子 这也是算 我觉得未来应该也是全国第一个 这样的一个停车场 了解 就是说要未来这个全国第一个停车场 要引进这种充电桩的这个服务 是 了解 其实我觉得啊 那个新北在做 譬如说绿能环保这一块 那很多民众就问说 那那个充电桩 无论是快充还是慢充 啊有没有什么是跟 譬如说像是绿环保 譬如说现在是有太阳能啊 有什么的话 新北有做到这一块吗 有目前 其实我们新北在导入这一块 那其实绿能的部分 大概就是 它就是类似有点像 太阳 或风力 水力 或潮汐 地热 这些都可以透过天然的一个资源 去产生一些电力 那我们新北市 针对公口停车场这一块 我们也思考要导入这一块 那其实 整个这些天然的一个 人员的一个补给 比较适合就是以太阳能为主 那目前我们现在交通局跟 我们府内的一个经发局 有跨局处的一个合作 我们会再找大概一到两处的一个示范点 采行一个三人一桩 所以三人就是第一个就是创人 创人就是用透过太阳能去创造一些电力 把这些电力储存到我们的一个除人系统 那透过这些除人系统里面的一些智慧管理系 有一些智慧管理的一个预约制的EMS 来为我们充电车来进行一个充电 这也就是存绿能去为电动车来做一些能源的补给 其实太阳能的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在平面停车场 因为平面停车场就是会有日照 你说我们双北地区 其实对于日照 其实算是日照蛮多 尤其是夏天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是 OK 好 那如果说啦 新北市没有办法全面设置电动车的充电桩 那你们未来要推动要怎么样去客服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东西要让科长好好来思考一下 因为我觉得讲到现在 其实逐步的去进行 可是你知道要改变民众的想法说 像我啦 你如果今天可以讲到我想说 我下一台车 这样可以给他来换电动车 我觉得那就是一大推进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再请教科长 好 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再来请教教中局的科长 请科长帮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因为你说要民众去态换电动车 我相信这是未来 全世界的趋势喔 但是新北也很努力在做 比如说充电站啊 充电桩这个部分 但是你知道 从开始要到真的全面做得很完善 还会有一段时间嘛 你们要如何去克服这中间的转换期 其实未来我们面对这一块 其实蛮大的挑战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既有的停车厂 其实都是比较老旧的 那其实都管线都需要做一些更新 那未来其实我们希望引进民间资金 来投资这些充电设备 那其实我们有跟几个民间的充电业者来接触 其实这几个部分其实他们都很有兴趣 所以未来我们是希望透过民间资金的导入 为我们新北市整个公有停车厂来全面 除了原本的一些充电桩以外 做一些太久更新跟升级 让这些充电桩可以适用各种规格的一个充电车 来进行为他们充电 那未来我们也会针对整个全面的一个 电动车的一个挂牌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趋势 逐步来增设一些充电桩 为这些充电车来做一些能源的补给 我看了资料 其实你们一个停车格要有充电桩 其实那个成本蛮高的 是不是一格车位就要20万 对 其实20万 我看到吓死了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刚刚提到最困扰 就是因为我场地老旧 因为早期的停车场就是服务停车 没有这些额外的这些能源补给 所以这些要导入 除了场地的管线要更新以外 那还要去申请用电 把既有的电力容量要扩增 去因应这些充电设备 那因此这整个申请下包含一些管线的更新 还有电力的申请 还有这些充电桩的装设 这三个部分光加起来一格就要20万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新北市目前是比较难以负担的 市府无法负担 所以当然需要民间业者 如果民间业者有听到这一集的话 其实可以跟新北市交通局这边赶快接洽一下 因为其实真的很需要民间单位的共同来努力这一块 是 好 那最后啦 跟民众最息相关就是 如果我换电动车 如果我现在已经换电动车 我有没有办法什么充电 有没有什么优惠啊 或是我什么停车有没有什么优惠 我觉得诱因很重要 是目前我们新北市其实应该算是 还在推广期 那我们对于电动车 我们希望大家就是配合一些绿能环保的意识 去主编去态话 新北市有特别提供的就是 你进来 我们共有停车停车 那我们只是跟你收停车费 那对于充电的部分 我们目前是没有收费的 加尼厚 现在科长这么一说我才知道 所以去新北的公有停车厂 如果你去里面充电 新北市不跟你收充电费 对现在目前是没有收 未来要收吗 如果量产 大家都开电动车应该要收吧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未来还是会回到 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概念 科长你今天可以说服我 其实当然大家会说 可是现在电动车 车价是有点贵啦 但是我相信 其实欧洲已经有一两个国家 不知道从几年开始 就是全面不生产燃油车咯 所以其实如果你按照的 国外的步伐去走 相信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那我们台湾为了要节能减碳 要环保 我们碳排放量还是要降 所以请大家多多配合我们交通局 你如果手上 你想要换下一台车 也许充电车 电动车 就是你未来一个考量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可以去 为环境 尽一份行李的话 去新北 多多搭乘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我今天有没有做好 政令宣导 有有有 主持人真的很用心 为我们交通局 为我们整个交通政策 来做一些 没错 其实我觉得地球 大家都要爱 尤其是台湾 也只有一个 大家要爱护台湾 多多做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你朋友要出门的 他会开车 请他载你 你也不用再开两台车 不用开三台车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新北市交通局 停车管理科的科长 蔡博坤 蔡科长 谢谢科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 那我们待会在十点钟的 pop有勾进的节目 非常的好听 请大家继续要听 我最喜欢访问人生故事 也希望借由别人的 人生故事 带给听众朋友 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我只是在想 如果说今天 你是一位 就是完完全全 跟正常人一样 你的智商什么 也都没有问题 那你要学习一件事情 本来就是需要 很多很多的努力过程 假设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这件事也做不好 那件事也做不好 很容易有自我挫折感 的听众朋友 麻烦你待会 十点钟一定要听 这一集的节目 一位自闭症 然后又有智能障碍的 一个孩子 都可以被爸爸 不断不断的 耳提面命的教导 一步步的匍匐前进 不管遇到多少的挫折 跟失败 一次一次的教 这样教了十九年 让他原本是被判定说 他有重度的自闭症 又有智能障碍 到现在你可以完成一篇作文 还可以跟一般正常人一样 非常沉稳 甚至于可以到校园去演讲 这次真的是一个立志故事 是一件多么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待会十点钟 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听 蔡昭伟是蔡姐爸爸 还有蔡姐带回来节目当中 最近他们出了这本书 相信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 有听过他们的故事 是时候放手让你背 十点钟继续锁定 POP有够劲 POP Radio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行动 让生活有新意 落实永续